这战斗民族小朋友为了拜年竟然徒步走了八公里 事情是这么回事 这不我刚在我俄罗斯老丈人家过完年吗 这就在大年初二啊 我老丈母娘的三个小外孙就过来窜门了 这三朵金花是二个家的孩子 你别看都出生在战斗民族 但是这三个小孩啊那是相当的怪巧 这小侄女来了可把大叉搞情坏了 无理无碍的忙活给他们准备吃的 把我买的那些中国零食也给安排上了 我买的那是在七个 七个啊 我买的那是在七个啊 啊你呢 在五个 在五个 鸟子滑了 你怎么滑了 那我来过来的那些人来过来 我跟他们一直都在玩 现在已经忘了丑丑丑丑丑 其实大莎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战斗民族不像咱们亲戚之间经常走动 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各个各的 就像你们一直问我其他的两个哥哥呢 我自从来到大莎家也没见过几回 由于我也是和他们第一次见 估计他们父母也没怎么介绍过我 看我个亚洲面孔 还以为我是韩国人呢 拿出几个韩团组合就问我认不认识 其实这也是这边年轻人的普遍认知 说到经济的话 他们一般都会比较向往咱们中国 觉得咱们经济实力比较强 但对于韩流他们是相当的了解 他们说不出几个中国明星 但是一提到韩团偶像 那是相当的熟悉了 在得知我和达莎也在做自媒体 有200多万粉丝后 这可给这老大好奇坏了 非得要看看我们的账号 这小达莎还害羞了 害怕自己被他们看到 最终呢 虽然这大侄女比较聪明 找到了咱们的平台版本 但是出于对小达莎的尊重 我还是没有告诉她我们的账号 听到这几个小家伙是走来的 可把我这老丈人吓坏了 要知道啊 二哥家虽然在我老丈人家旁边盖了房子 可是还没有军工 他们现在住的地方离这里有8公里 你能想象得到 最小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 这三个小家伙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里 徒步走了16里路 而且来之前也没打招呼 要不说人家是战斗民族呢 这娃娃从小又这么战斗了 这到晚上要回去了 我这一看呀 也不能再让他们走回去了 大晚上那也太危险了 就开车把他们送了回去 行了兄弟们 今天就到这